因为小贩中心对我来讲就是比较借地气啊 就是跟民情比较借地气吧 哈喽,我是Yelin 我现在在Darman Food Center 02-Test 29 名字叫Lim Place慕林森 卖卤味、卤肉饭和鱼汤 我在台湾待了六年 那么台湾的卤肉饭是他们国家的国民美食 我想把这个文化带来新加坡 我的特色在烹饪的技术上做了很多次的调整 因为新加坡的卤肉 新加坡的天气不适合太甜的卤肉饭 客家卤肉饭最主要的材料是梅菜 那么梅菜处理方面要很需要耐心去做这个过程 这个就是要客家人的细心之处 一个好的卤肉饭它必须有肉滑 没有血腥味 那么它必须有本身它的肉的香味 那么怎么把肉的香味带出来的话 因为台湾跟新加坡不同之处是因为我们新加坡 百分之八十都是用冰冻的肉 那么要把怎么好的乳肉饭 用冰冻的肉去做好它 这个需要很多的心思 比如在处理方面怎么把血水去得很轻 这件事也要做得很好 我应该说刚刚开始定位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产品 还有这个概念 因为我到目前为止 不是看到会有这个卤味跟卤肉饭跟鱼汤的呈现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客人都会走过来就看了很久 因为我的图片是比较少的 字比较多 因为可能我在台湾他们都是字比较多 很少会有图片这件事 所以我也把这个文化带过来 所以我图片也不是很多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客人需要一直询问 你到底是在做什么 所以也会给我机会让他们尝试一下 那么刚刚开始的时候走的生意不当然不是这么理想 但是我会每天会明天顾客的回馈 那么也知道客人在 因为我在国外很久了 我刚回来不久 所以我慢慢回来了解新加坡人他们对饮食的要求 那么新加坡当然是说有一群客人他们会看在价格方面 有一群客人会看在品质方面 所以你在这个渠道上 其实做小贩的新生是很难取舍的 如果你想是做在品质上面的话 你必须要很坚持 一个机缘巧合当下去那边开餐厅 刚好那时候因为我们公司的前任老板 把公司卖掉 所以他也补偿了我们老员工的一笔款项 那么那时候我就想说 台湾的入门口比较低 那么语言比较通 因为我也跑过印尼也跑过美国 马来西亚 那么我只是说台湾我没有去过 那么台湾我去之前 我知道就是因为他们的材料很好 他们原材料很好 它有新鲜鸡新鲜肉 海产又很丰富 那么它也很靠近日本 所以台湾就是我想去学习的地方 我在台湾回新加坡 是因为我家里发生了一些状况 所以我就回来新加坡了 那么回来新加坡的头一两年的话 其实应该是说 我也有认识一些餐厅的事宜 后来我又公司又找回我 去做回他们的FantaC的那个管理层 那么后来因为疫情的当下 公司又裁员 那么裁员的当下 我也停了大概一年的时间 那么我在思考说 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 政府也没有投标 MES其实停了六个月 三月 2019的三月 停到大概七月 才开始给我们投标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标了几个月 也没有投标到 对 这个就是因缘巧合之下 投标到 因为小贩中心 对我来讲就是比较接地气 就是跟民情比较接地气 对 因为现在的咖啡店的租金也不便宜 小贩也不便宜 应该是说将来的展望 其实我的理念 其实卤味在台湾 我们讲卤味 他们的卤味当然是说 品相比较多 因为卤味跟卤肉饭 其实它是两件事来的 卤味就是说 好像我们新加坡的五箱 他们的就是有豆 就是有鸡脚啊 鸭翅啊 很多类传的东西啊 因为台湾本身有嘛 它就是卤好之后 如果你早上去市场看 它全部摆在那个地瓜上 你自己去选 好像五箱这样 那么 因为新加坡的 档口实在太小了 我不可以卖这么多东西 所以开店也是我的 将来的展望 但是现在要把本分做好先 因为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 把口味做好了 顾客定位做好了 什么客人喜欢 什么客人不喜欢 如果以后你开店的一个 说商业圈的话 你应该定在口味 定在什么方面 这个很重要哦 如果你在老人去的定位 跟商业去的定位 其实它是两件事 这个就是经验哦 我说去逼个人 我去逼个人 那里面 没有帮助 谢谢大家